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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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大夫在 他們雖然可以消脂解理 不代表你吃很多肥膩飲茶 就可以將脂肪分解 其實它只是令到我們容易消化 覺得胃部沒那麼脂肪 但如果多吃太多肥膩飲茶 都不會有減肥的作用 其實茶是可以消脂解理的 不過就不是每一種都可以 茶我們會按去發酵的情況 和茶樹的品種有不同的名稱和茶種 譬如白茶、青茶、綠茶這些 其實是未經過發酵 或者是輕度發酵的茶種 這種性質會偏為寒涼一些 會適合熱性體質的人士飲用 這些的話 它們對於消脂解理的作用 就不夠發酵過的茶那麼好 發酵過的茶就包括是 黑茶、紅茶、烏龍茶類的 如果每餐都喝茶 我們第一會考慮 它會不會胃不受得 因為始終茶裡面有很多 咖啡因和茶鹹 其實對於胃來說 都會有輕微的刺激性 過量的話我們是不建議 茶裡面有咖啡因 所以有些人晚上睡得不好的話 我們建議它三點鐘之後 最好就不要再喝茶了 以免影響當晚的睡眠 如果晚上真的想喝有些味道的茶的話 我們會建議大家選擇 咖啡因的茶類 譬如一些草本茶 譬如玫瑰花茶 或者是大麥茶等等 不適合喝茶的人士 就包括我們剛才說過 胃不舒服的人 容易有胃酸過多的人士 另外就是孕婦 孕婦 孕婦因為我們每天攝取的咖啡因 應該是低於200mg以下 所以他們可以喝少許茶 但要盡量淡一點 或者控制在一至兩杯以內 就能做到一起 就能說到一半 最後一次 請回首兩杯 給你們它